长城七二火箭进场后,我们将进行部件试试,随之整装,与飞犬对接,然后进行试试总检查,最后是卷印加注,我们将在十月份试试发射 这一个月里头呢,首先是我们要和飞控实验队和信号部门的飞控实验队来进行飞控协同演练,这个协同演练呢,重点要把天舟一号任务整个全过程的各个关键控制阶段都要在地面进行模拟仿真 各项任务状态已经建立,后续将与各系统密切配合,按预定的计划开展核链,固化任务的状态,确保任务圆满完成